上禮拜我們講到波 波 波動作中心 什麼是波?我們再想一下什麼叫波 波就是 讓東西快達 這就是波 細節裡面 他正在裡面有一個 像前面有剛剛講的 一個傳導 他怎麼傳導?他必須透過戒指 比如說我先講一個波好了 這也有生日 這算是一個波 應該算吧 假如我連續在那邊抖動的話 我的手在那邊連續抖動的話 會抖動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產生連續的波 可以啊 會產生連續 會產生連續的波 那你看到這個是一個神波 你看到這是神波 這是什麼特性 這...在抖 呃... 我的感覺會搖搖晃晃 搖搖晃晃晃 他有什麼 看起來可能會頭暈 對 他也會照暈 蛤? 震動 他是... 他在波喔 好 這個不算波啦 這個我們如果講波的話 應該是像... 繩子啊 對,像繩子這樣 這樣在晃 對不對 他這樣甩過去 好 我們看到這個波 這個波有個特性 哈囉,這樣子 欸,他破屁孩耶 好 這不是現在床的東西 你如果覺得他跟你講話 你覺得很煩 你覺得他會搖晃晃 對啊 對不對 好 來,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邊這個 想要這是繩子的圓的位置 這是繩子圓的位置 好 繩子應該這個點 在這個波經過之後 繩子是往哪裏移動 這個點這樣往哪裏移動 上下 它是往上移動 對不對 所以這個點呢 是往下移動 對不對 所以它每個點只有上下移動 可是這個波是往哪裏移動 你看看波的前進是怎麼移動 右邊 是往這邊移動 對不對 所以像這個波來講的話 它前進的方向 波前進的方向 跟波在繩子的上面 每個指點 這個地方每個點 我們要做指點 每個指點的移動方向 是剛好成90度 垂直方向 這種波我們要橫波 這有什麼波 你看它這個波 很特別是 它傳遞了波形 整個行動往這邊移動的時候 這個點有沒有移動 當波經過之後 這點還會移動 會啊 會 往後移動 上往下 然後呢 不過我只 假讀它是 啵 輕輕掉 那個指點把它收起來了 吃掉 你可以邊玩邊聽 有些人不能邊玩邊聽 我可以邊 那有些人是看到別人在玩 你看著它玩 就不會聽 有些人是玩就不會聽 有些人是沒有玩就不會聽了 有些人是沒有玩就不會聽了 好不好 我沒有說是誰 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不知道 誰不知道 我笑了 我是那個裝舞在做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在唱歌 你現在做的方法怎麼樣 嗯 你一直在上色我還沒做 那你想幹嘛 東西在後面 然後身在後面 你可以先試看 你的實驗應該怎麼做 先想一下 首先是 把一個金屬 然後用金屬先把它綁住 然後這個金屬 然後再看對我們的臉 看對我們的臉 然後丟上水過去 然後兩張 先不要管 你先隨便丟上 就是這樣試看看 就是接點看 然後這樣我 接下來我要用這個電錶來量 好 電壓 直流電壓 應該是 你要量直流電壓 好 是那個B-減 好了 那個你們兩個分開做 分開做 對 陳玉 對 你應該利用 更 像個其他實驗來勿模 如果你有這個 我現在 對 就像我現在唱歌 對 但是你現在事實上有時間可以做的 對 反正你去做它也不會快 隨便你做 好 來 那個 自然是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這個繩子 假設現在哪一條繩子 好 這個繩子 我現在放過去的時候 我這樣放過去 我這個就不動了 我這個撥過去 有沒有看到一個撥過去 好 像這個點 這個繩子 這樣撥經過之後 這個繩子 這個點在哪裡 那個點 這個點 我讓你碰一下 這個點 除了上下移動之後 這個點不會往前走 不會 不會往前走 所以你可以說 黑色那一刻比較好 對對對 就是 就是這個繩子上的認同一點 當這個撥經過的時候 身上的認同一點 會不會跟著走 不會跟著走 只有什麼走掉 只有什麼走掉 什麼走掉 怎麼能走掉 脫 勾 勾 這個能量走掉 這個撥代表是一個能量 這撥這個能量是走掉了 往前朝地了 所以一般來講 我想撥 它是來傳遞能量的 它可以傳遞能量 它可以傳遞能量 能量傳走 那這種撥我們叫做力學撥 因為它是可以看到 它是有真的支點 有一些戒指在做的動 在把能量傳遞 所以這叫做力學撥 那我們另外一種撥 這種橫撥 還有什麼撥 還有一種撥叫重撥 什麼叫重撥 上下 上下 是左右 左右 這個 你說這左右跟上下 是什麼來看 地震的P波跟S波 好 那個地震的P波跟S波 P波跟S波是什麼東西 就是地震的時候 一開始我記得 我外面是哪一個先來 反正一個是左右搖 那個 雨龍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你好像沒有專心在上課 你要不要坐到這邊 你會一直在干擾陳佑 我感覺上陳佑應該是要專心上課的 可是陳佑是被干擾的 那你如果 你要在這邊坐下來 你要好好的 頭抬起來好好聽 好不好 空著你的手跟你的嘴巴 還有你的眼睛 不要再講話 不要再去碰人家 好 P波一直波 沒有錯 就是中波一直是橫波 但是我們要想 什麼叫橫波 可不可以解釋清楚 什麼叫橫波 橫波就是 就是 它的傳線比較快 像什麼 它波數上不一樣 橫波跟中波的波數不一樣 但是它的波形 像這個波形我們可以講 這個指點在波經過的時候 它上或下移動 高低波和蘇冰波 好 蘇冰波是什麼 什麼叫高低波 那是蜻波 可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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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那個 自己有講的一個系統的意思 叫高低波 這樣 好 好 就是這樣子 波是這樣子 這個 我把它逼過來 也是這樣子 我只怕擺個九度 所以也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對吧 好 那有什麼波是不一樣的 我們可不可以這個指點 波不是上下移動 而是左右移動 不知道 那你說 電子波 電子波 電子波跟這個沒有關係 電子波不是一種 電子波 電子波 電子波的傳統 它不需要指點 它不需要介質 電子波不需要介質 它不需要這種介質 水波 水波 水波裡面就是介質 水波裡面呢 水分子就是介質 聲音 空氣那個波是 是不是 天學波 他需不需要介質 一定要 第一條 東腱東坡 對 也許是電子波,他也不叫鏡子 電子波14號 跟我講 那個,冠婷你要做什麼? 學習紀錄 前來課的學習紀錄 今天的哪一課? 英文功,我認識什麼時候 OK 好,我們想想看 在這個波動有沒有可能不是上下移動的 有沒有看過? 前後一課 對,前後一課 我們看到彈簧 假設這是正常的彈簧 你有沒有看到彈簧是 我這樣 然後他就是出來被擠,擠密壓縮 我知道了 然後結果他有擠密壓縮 他就這樣 一擠一擠 擠到最後不能再擠 他就是 你看他只有三個波 一個波 兩個波 三個波 他的做法就是 十二八 這就是中波了 因為他的移動方向 每個支點的移動方向 他這邊每個支點的移動方向 是左右的 我推他的時候 他先被我先向左推 然後推過去之後 他本身的彈性會再拉回來 所以他就會回到原理 所以我們上次做的時間 好幾隻手在這邊 撞過去 撞過去 然後就彈回來 有沒有 撞過去 撞過去 這邊就撞到一往前走 還是這樣一個震動 這就是我們講的重波 然後換個講 這叫酥密波 剛剛講高低波是這個的 這叫橫波 橫波 這個波是重波 也叫酥密波 酥密波 因為呢 你看 他是密疏 密疏 密疏 那叫酥密波 這種波 就叫重波 那 那波怎麼是移動的 波怎麼能夠移動 靠 靠物質的震動 靠物質的震動 這樣講也是對的 我們靠物質本身 因為你看看 就這條繩子來講的話 他每個指點每個指點 是要連在一起的 有沒有 所以叫他們一對手拉手 這個人如果跌倒 是我有可能被他拉跌倒 不一定 假設那手沒有放開的時候 也不一定啊 試試看啊 假設那腳不能動的時候 也不一定啊 試試看啊 這邊有人很壯 你知道人嗎 旁邊是一個小朋友 要跌倒 有可能 有可能 那就看到波長褲怎麼樣 正常來講 譬如假設 有人這樣擺一下 那你就會變成一個神魂 我的手擺動的時候 他的手會更多擺動 假設都被連得很好 所以當這個想像上移動的時候 這個是會跟著被他拉動 當這個想像上移動的時候 有沒有被拉動 所以這整個來講 是因為他連在一起 所以當他有個移動的時候 就跟著他一起移動 那 中波也是一樣啊 中波通外發生的情況是這樣 因為他每個本身不是那麼緊密連結 像神魂是緊密連結 像神魂是緊密連結 像神魂在講 他不是緊密連結 是他的彈簧或者空氣還那麼緊密連結 所以當他 當他撞過來的時候呢 他被撞到了 他就跟著往前撞 可是本身想要維持他圓的位置 他撞得多 像空氣分子 他是有彈性空撞 所以他撞過去的時候 兩個如果支點是大小相等的話 他撞到他就往後彈回來 但是大部分的情況是 撞到他不會準確 撞到他就往前走 撞到他會這樣子四面八方撞 所以假設深波在跨的時候 一般人家 深波的傳遞就會變成不一樣 他變成像是水波一樣 在這個水波 我如果在這邊 這個是水 我如果點一點 水被有震動向下的時候呢 這個向下的水波 他不是有拉到一個點 他是拉到一個圈 旁邊的桶子都被往下拉 嗯 對 旁邊那一圈每個都被往下拉 然後再彈上來 所以你能看到 他成一個環境的方式 向外的環境 為什麼我不是跟貓頭有什麼東西 眼球到邊 這是 靠近這個點 假設這裡是一個水滴低下距的話 看這個點的周圍 跟他接觸的是一個方形 那是圓形 是什麼 不一定啊 這個點 如果是點的時候 總是不一定 如果這個點的話 當然是圓形啊 對 如果說我現在放的是一個 長方形的棍子 我拿棍子這樣 靠近這個方形的棍子 旁邊的波會是怎麼樣 那也不會是方形的 他事常會變這樣子 他出去的時候會這樣子 他正中間的位置還是會跟這個方形很靠 因為方形的地方是接到 但這個點會向外擴散 這個點會向外擴散 這個點會向外擴散 所以只有這個點會慢慢成弧狀出去 但是這個點 基本上他還是一個弧狀 還是個平行的 在這個地方就是平行的 然後再往外一樣 那這個會慢慢變成這樣 所以只有正中間的位置 在這個棍子的旁邊 你可以看到是很像平行線的坡一樣 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你回去可以拿個棍子 在水池旁邊這樣稍微正中間 可以看到棍子旁邊出去的時候 它是一個平行坡 就是假的啊 這麼厲害 對 你可以試試看 等一下你說敲水的旁邊 難怪你覺得空氣會有 不是空氣啦 就是水會成... 就像你今天如果說 在我們等一下那個水溝 聖太溝的旁邊 你這樣敲一下 敲那個水溝壁 水溝裡面會有坡產生 這坡一定是平行坡往裡面逃 因為它是這個地方 每個點都傳遞到坡啊 每個點... 這邊的每個點都在移動 它帶著旁邊的指點 會跟著上下移動 所以它出去的每個點 就是一個水溝平行的方式移動 所以它是一個平行坡 那不然正常的話水溝 它是一個圓形的 像是沒辦法傳遞 像我現在講話呢 它講出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撞出去的時候 它撞到誰 它撞到這個點 它撞到這個點的四面八方的 周圍的聲音都被撞到 所以這個聲音的傳遞就是一個立體 就是一個球面坡 不是這幾面坡 是一個球面的坡 所以我們聲音的傳遞的時候 通常聊天這邊有人講話 它出去的坡會飛一下這樣 它這個球型的 蛤 那球型的方式 球型的方式會變什麼 你聲音會越遠越小 因為它能量被擴散掉 為什麼它越遠越小 它能量被擴散 它擺能量這麼多在這裡 它越遠的時候能量是被擴散掉 能量是被擴散掉 能量被擴散掉 所以講很遠的地方 他聲音聽不清楚 因為擴散已經擴散到你 為什麼拿三角錐 擴散在耳朵旁邊 會擴散一點 它擴散沒那麼多 像你如果拿三角錐 踢在自己的耳朵的話 它把原來擴散的聲音 又集中到耳朵 它把原來擴散的聲音 又集中回來 又再加強 又再加強 所以它變成大聲 所以有時候在盯 像以前沒有注定器 他們做的方式 就是拿一個大的喇叭 放在這個耳朵 有不定也講貝多芬的故事 貝多芬 因為它帶的注定器 是個大喇叭 你要聽什麼 他就把大喇叭抄在你 他的筋得清楚 沒有像貝多芬 好 用這種方式 好 這是波 好 那我們今天來講新的進度 弄什麼 弄什麼 好 趕不上進度 就再好好讀一讀就好 啊 今天如果想睡一下 來 這裡 現在還特意 我會反射嗎 大概 我會反射 大概 我會反射 我會反射 這個 我會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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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量到變壓的 都沒有量到 好 來 反射寫一寫 好 用功能再把你接一寫 如果你沒有聽課的話 你一樣還是 我上次給你那個 或也這樣 好 聲音是嗎 懷疑他的面領 就是收 收 高原再大根 這不是工嗎 我上次沒給我再用 上次工是念的 第一節才是波 可愛的波 對 還叫膠 對 你如果不會寫 這張課你要拚 如果你會寫的話 這張課不用定 好 好 好 那個 我們在想拖 我們看到很多東西 像是用拖的方式傳遞 像剛剛那個 自己也講的那個 地震拖 地震產生的時候 你看 我這邊看地球 好 這是一個地球 假設我這邊突然發生一個地震 對 地球 你可以想像 地球是一個殼 薄薄的殼 很像雞蛋一樣一個殼 它中間是軟的 鹽漿 這個鹽漿 所以當這邊產生地震的時候 它是要產生一個波 我原本這個球殼 這樣震動出去 對不對 這個地方突然 上下震動的時候 它是不是 就這樣子 震動出去 這樣地震波 可是同樣它在上下震動的時候 它是對底下有一個壓縮 鬆開 壓縮 鬆開 壓縮 你懂不懂 如果這是一個地殼 我這樣子上下震動的時候 它是不是 它會形成一個波 可是它對裡面來講 是壓縮 放開 壓縮 放開 所以這裡面就形成一個蘇蜜波 那是蘇蜜波 蘇蜜波 剛剛才講過蘇蜜波 你忘記了 記不記得 蘇蜜波 它這個蘇蜜波 就往這邊傳遞 好 問一下 是這個層波傳得快 還是蘇蜜波傳得快 幾天都在這波傳得快 快波 都差不多了 每天這蘇蜜波比較快 蘇蜜波傳得快一點 蘇蜜波 通常 看打理 我看到了 通常蘇蜜波傳的速度 會跟它的緊密程度有關 譬如我現在講話 傳的就是聲音的速度 聲速 空氣的速度 聲速 聲音速度 我在隨便講話也有聲音速度 我對著部體敲 又有聲音傳的速度 哪一個較快 空氣 部體 部體較快 部體是非常緊密的結合 所以一敲就傳過來 像我們有時候 鼓師或鼓師有這種 敵人來追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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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耳朵貼在地板聽聽看 你聽到哪批 踩在地板的聲音 剛剛剛剛剛剛 你頭抬起來 聽空氣很聽到這個聲音 可是你貼著地板 聽到為什麼 因為地板還站到 因為地震 故體傳遞的速度比較快 因為地板傳遞的速度比較快 故體傳遞的速度比較快 同樣的 隨便也是一樣 隨便傳遞的聲音的速度 大概是每秒大概一千多公尺 地板的話大概1千多公尺 這速度比較快 好 這是固體 它橫波是速度在每秒也許兩個公尺 可是 重波呢 它越緊密 重波也是一樣 它接得很緊 所以它速度傳得更快 重波那樣是比較快的 好 好 那這是剛剛自己講 地震會有兩個波 好 那麼我們講波 假設現在看到波 你有沒有看到 呃 比較常看到的波 就是水波嘛 或者是 常看到的就是光波 都看過了 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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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所以看到我 你自所以看到我 是因為光打在我身上 反射到你的眼睛 反射你的眼睛 反射你的眼睛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的存在 如果沒有光 就看不到你 對 如果沒有光 就看不到我 看不到你 又或者是說 胸衣可以把東西 什麼畫面啊 完全會有緩折 什麼畫面 但是畫面就是什麼都沒有 就是全黑的 完全都是黑的 完全都是黑的 就是看到光不一樣 但是我可以摸得到嗎 摸得到啊 就是假的 你站在這個位置 沒有光的話 我也可以摸到 沒有光 沒有光 簡單 就是板已經遮起來 就好啦 然後我還可以摸得到 一樣 你也已經遮起來 摸不到我嗎 你還可以摸到我 你可以摸到任何東西啊 你會先衝到桌腳 哎呀哎呀 他摸不到我 在旁邊 因為你們是認真太常了 對呀 但是我手腳距離就摸得到了 好 那我看一下看 我敷了 光 光 我們用光來做地球比較簡單 譬如你看到一個鏡子 好 現在這邊有個人 好 這是你的眼睛 噁心啊 哎 你假設這邊有個牆 你看到這個人 可是你想 現在想看到這個人 你會把鏡子放在哪裡 把鏡子放在上面 放在這裡嗎 上面 放在這裡嗎 對 好 所以放在這裡好了 還是放在這裡好 還是放在這裡好 應該是底下吧 你怎麼放在哪裡看得到 上面 正中間 正中間 正中間那個位置 對 所以放在這裡呢 還這裡 正中間的位置 有一點簡單 一個方法就是 把那一面牆 換成一個雙面鏡 這樣再看得到 哦 OK 對 下面下面 上面下面都可以啦 這是怎麼反射 對對對 那我要問你 你們的經驗來講 為什麼知道這個鏡子 可能看不到 因為後來被牆壁打 根本就看不到 這個鏡子呢 為什麼看不到 也會被牆壁擋 怎麼擋住 它是擋住 它是擋住 你看這個鏡子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畫一條線的話 眼睛看到這邊 你就整個到這裡 所以如果看到牆 看到裡面 為什麼要先畫一條線 這是我們的經驗 你會覺得 這邊角度是一樣的 這是髮線 這是髮線 對 髮線是垂直 這個鏡子的 所以兩條線是平 是 這個角度 這叫做路側角 這叫做反側角 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我們 因為我現在假設 我要看後面 我已經拿了鏡子 好 那我們 假設我現在想看那個 軒尼好了 看 我的眼睛是向前面的 好 我的眼睛是向前面看的 然後軒尼等在這裡 我想拿一面鏡子看到他 請問我手的鏡子 應該怎麼拿比較好 兩個人的中間 這樣子 兩個人的中間 所以假設我現在把兩個人畫一條線 鏡子畫在這裡 我覺得應該是我的前方 是我的前方 對 然後在兩個人的中間 假設這是我們的距離 在我們兩個中間這裡 對 這樣子嗎 對 你覺得嗎 你往哪邊看 我就是這樣側方向看 假設我現在距離跟他在 我是要放在中間 是放在中間位置 還是不是放在中間位置 不需要鏡子 中間的東西 直接看就知道了 可以放在這邊 所以我可以放在這裡 再轉個角度 我最想要監視你的動作 我如果放這樣 能不能看到哪裡 我如果放這樣 會看到哪裡 後面 我們可以看眼睛 你可以畫一條髮線 然後他平行鍵出去 帶給他到這裡 所以我想要看到他 我是要把鏡子再轉 這個方向 轉一點這個方向過來 轉過來之後 新的角度 假設這個樣子 我就可以 再畫掉髮線 這樣太多了 可能要這樣子 畫掉髮線 這樣子過去的話 就可以 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畫這兩條線 畫這兩條線的角平分線 再畫垂直線 就是我鏡子的角度 OK 所以假設我現在想看一個物體 我想看從A這個點 到B這個點 這兩個點 我想把鏡子放在這裡 C這個點 那我應該把鏡子怎麼放 應該要這樣子放 應該 前面的由上來畫一下 呃 我想把鏡子放在這裡 有A來看好B 我們放比較好 我想看 你這樣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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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這樣好嗎 兩個A 油畫得這樣好不好 這 不好 因為那個 髮線的左右邊 那個 那個 入色腳跟 腳都不一樣 那種 那種 像不一樣 你現在 既然 可以把這兩條線先點起來 之後 我們就先把這兩條線先點好 那 就找到 就找到 OK 非常好 就是先把這兩條線先點起來 然後你要找到它的 腳平分線 然後再畫一個 它 垂直的地方 這是我們鏡子的位置 嗯哼 好了 你可以從 A 透過這個鏡子看到B 嗯 你可以從B 看到A 那種口語 好 這是光的可逆性 我沒有拿個鏡子 我如果這樣子照 看到陳佑 陳佑可以看到我 我看不到 為什麼 因為那是手 好了 假設這個鏡子的話 我們還是看得到 但是我現在沒有鏡子 會 對 好 這樣 對不起 打爆了 對 好 欸 啊 好 所以這是光的反射 波的反射 真的可以講 波的反射 這叫做 反射鏡 反射鏡很簡單 就是 露色的腳等於反射的腳 露色的腳是哪個腳 假設是我們的鏡面的話 這是鏡面 我們看鏡面 換換腳 髮線 這時候呢 這是露色腳 那這就是反射鏡 另外一邊就是反射鏡 露色腳 露色腳跟反射鏡 指的都是跟髮線的夾腳 對 好 跟髮線的夾腳 我不講 所以應該玩這個東西 我沒有辦法 都在這裡看 不不不不 所以我把髮都放好 謝謝 好 那我們看的是光波 那我們來想一下水波 假設這是個牆壁 今天呢 我們拿這個棍子 我拿這個方向 這樣上下移動這水波 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波 會產生一個平行波 會產生一個平行波 我們看一下平行波 平行波 第一個波 第二個波 它會成一個平行的方式 往前進 誒 它撞到了 撞到會怎麼樣 會反彈 撞到會反彈對不對 它怎麼反彈 會彈到別的地方 彈到哪個地方 會像光波一樣 露色腳的感覺 露色腳在哪裡 露色腳在哪裡 露色腳 露色腳 雨天 Craig 請號 露色腳在哪裡 想一下 坡前進的方向是什麼? 這是陸車角 這是陸車角嗎? 這是要坡前進的方向 那陸車角在哪裡? 陸車角就是... 這裡 非常好 反色 把反色都畫出來 把反色的坡也畫出來 用紅色的畫 反色的坡也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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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誰要畫的比較刻心 畫到另外一邊去 如果坡在這裡的話 我們會希望坡在這個地方 這是陸車角,沒有錯 這是陸車的方向 這是陸車角 所以陸車角沒有錯 反色會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我們的坡會在這裡 坡會在這邊 這邊又有交錯 這樣子有清楚嗎? 清楚 OK 那我們... 這是反色 你們有看過摺射? 光的摺射? 波的摺射? 有 我有一個吸引器材 沒有 不見了 裡面的吸引器材 對,我吃掉了 再連圈的肚子 就是... 就是... 哇! 什麼短的? 彎 彎曲 對,摺射 對,摺射 那老師我還聽過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這樣泡了一杯糖水 然後你把... 因為... 你把... 你把... 先太短的命運 所以糖水還沒有擴散 是啊 擴散得非常便宜 就是... 底下的能力比較濃 然後上面一個子彈 又是淋水 然後它接下來會很軟 會在這邊... 擴散 然後就會變一下 但是... 在它變成一樣之前 拿光照下去 然後它... 它光這樣... 雷射光水這樣 照下去 然後... 折射的光會... 但是... 到底在那邊... 糖水的能力比較濃會轉彎 有可能... 有可能... 這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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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試試看 哈囉... 你們兩位... 嗯... 師姐剛剛講的問題 你們聽懂嗎 沒有... 沒有... 你們兩位呢... 師姐剛剛說什麼 喔... 講起來了 那你說 他說... 拿光照到水裡面... 會折射 好... 光照到水裡面會折射 大部分我們光會折射的原因 是因為戒指不同 因為說... 對啊... 是因為水會一直動... 一直動... 水會一直動... 一直動... 不是這樣子喔... 一般來講... 因為它... 那個... 戒指不同 一個是空氣跟水 對... 比如說... 空氣跟水... 密度不一樣 就像戒指不同 譬如像... 玻璃跟... 水... 放在一起... 它戒指不同 它就不同折射 這樣碰到不同的戒指 它就產生折射 譬如像... 就繩子來講的話... 假設我現在... 假設我現在... 把一條... 細的橡皮圈 嗯... 綁上一條... 粗的橡皮圈 嗯... 我這個鍋... 傳過去的時候呢... 它到這邊... 它就叫戒指不同 我譬如... 本來傳過去的鍋是這麼大 我穿到這邊的鍋就變小了 為什麼... 因為戒指不同 戒指不同 另外一個是... 可能是... 身體比較粗 所以... 同樣的能量來講... 它可以比更多幾種東西 第二個呢... 它撞到之後呢... 因為戒指不同 也會反彈 會反彈 對...非常好 它反彈喔... 在不同的戒指經過的時候... 它除了... 露色之外... 它會反彈 基本簡單來講... 看這個鏡子 嗯... 你看這個鍋裡... 你可以看到導引嗎? 嗯... 你說... 怎麼沒有辦法... 你看它除了透色之外... 你會看到... 房子裡面的一些景象 那某個角度看得到 某個角度看得到 對不對... 譬如說你現在看這個鏡子 你可以看到自己嗎? 可以啊... 那... 那... 我現在就是看不到自己 你看到自己 那你可以看到... 別的景象嗎? 我看不到... 這是反射 這是反射 對不對... 這是反射 我現在拿眼鏡 不會抖 你可以從眼睛看到你自己嗎? 可以啊... 這是反射 你可以從... 我的鏡子看到黑板嗎? 可以 這是透射 那透射的時候呢 光經過空間 要經過這波影 所以它產生折射 所以你看那個... 線會不會有斷掉的感覺 會不會看到這線的感覺 它是斷掉的 沒有啊... 沒有啊... 那這樣子咧? 沒有啊... 這樣子咧? 可是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啦... 那你角度比較正 你角度比較剛好在空間 你角度的位置比較正一點 好... 你甚至... 你看這樣好 你看我 看我的臉會不會有點變形 重點會有... 矩子狀會卡住 有耶... 有啊... 那就是折射... 光折射 所以光折射的時候 他沒辦法... 循著原來的角度 進到眼睛 所以他看起來 原來的東西變兩塊 就跟那個... 嘴裡面那個吸管一樣 類似類似 比如這樣舉個例好了 好...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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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這是... 這是... 原來我眼睛 好... 那你透過一個鏡子在這邊 嗯... 那你去看我的時候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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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另外一個人的眼睛在這邊看我 眼睛 他呢... 這個眼睛除了透過光線 打到我的眼睛之外 他可能這個眼睛 會透過這個光 就折射到眼睛 所以這個人看起來呢 會... 這邊還有一個眼睛 這邊還有一個眼睛 這個眼睛會從這邊也有一個眼睛 會有兩張臉 哦... 有... 因為這樣看 像我這樣看的時候 我的鏡子 就是... 我沒有透過鏡子 沒有透過我的眼鏡 我可以在這邊看到 薛羽 可是... 薛羽同時會出現在我的眼鏡裡面 會出現兩個薛羽 所以為什麼 因為... 鏡子把他的光 又折射到眼睛 所以我的眼睛會覺得 這邊有個薛羽 這邊有個薛羽 會有兩個 怎麼樣 會有兩個 會有兩個影像 這時候就是... 因為他的折射的關係 就有兩個影像 會有兩個影像 好... 那我們來看看 什麼叫折射 怎麼樣折射 折射就是... 折射... 折射我們不要講 通常是因為... 哈囉... 折射的原因 通常是因為... 我們的光... 我們的鍋經過兩個不同的界線 那我們現在想像一下 假設上面是空氣 下面是... 水好了 水呢... 他的密度比較高一點 他的光的速度會比較慢 運動的速度會比較慢 那我們假設有個光 想從A點... 到B點... 怎麼走會比較快 直線的走法呢... 是這樣子 直線的走法呢... 是這樣子 直線的走法呢... 是這樣子 可是... 這樣走會不會比較快 假設光想... 在最短時間... 到達中... A點到B點... 那會比較快啊... 這樣比較快嗎... 一定啊... 好 想想看... 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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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扇... 好... 畫得不好... 建立扇... 好... 正常來講呢... 一人跑一半最快嘛... A從這邊跑... B從這邊接棒跑... 好... 我希望兩個... 最快抵達終點... 跑完一圈... 對不對... A把棒交給V... 好了... 可是我發現知道... B跑得比較慢... 你要去上班台嗎... 還是希望讓... B先稍微跑一點點... 從這邊接棒... 好... 喔... 喔... 為什麼... 我... 因為... 為什麼... 你會讓他在這邊接棒... 在這邊接棒... 你會讓B在哪點接棒... 嗯... A點... 但是... 接到方式就... 往下... 哇... 是啊... 不能往下... 一樣到一圈嘛... B壓到... 一樣到... 一人... 你不能上次每個人到半圈嘛... 可是你會知道... 接棒的時候... 有些會稍微... 安排那些技巧... 你稍微... 助跑一點點... 在接棒... 所以這時候從這邊接棒... 一個是... 我上來退一點... 接棒... 就從這邊點接棒... 嗯... 假設B是跑得比較慢的... A是跑得比較快的... 你希望B在這邊接棒... 還是在這邊接棒... 應該是在前面的啊... 在這邊接棒... 所以... A跑短一點... B跑長一點... 不是... B... 嗯... 你的前面是哪一邊... A跑長一點... A跑長一點嘛... 你是不是希望A跑多一點... 我就是這個意思... A要跑到這裡... 再接棒... 再交給B... 因為B跑短一點... 因為B跑得比較慢... 嗯... 好... 那回到這邊啦... 你想想看... 跑得比較慢一點的... 嗯... 是跑短一點... 是跑短一點... 嗯... 跑得比較快的是... 跑長一點... 這樣來講... 它從A到B會最快... 對不對... 所以光的折射呢... 會形成這樣子喔... 會變成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應該... 把B跌得去... 再調圓... 不會不會... 它不會調圓... 它變成這樣子... 啊... 它光會變成這樣走... 為什麼要這樣... 欸... 因為這樣走的時候呢... 你看... 它會比較長...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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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在空氣... 光走比較快的時候呢... 走長一點... 在隨便走比較慢的呢... 走短一點... 噢... 所以... 真的來講的話... 光的折射變成這樣子... 我們會把卡線畫出來... 陸射角... 這叫做折射角... 陸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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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看喔... 光從... 空氣到懸緣的時候... 從... 從... 光速比較快到... 光速比較慢的時候呢... 它的光會偏向法線... 會往法線偏過來... 好... 如果說... 相反的... 如果光從... 比較慢的地方... 到比較快的地方的時候呢... 它的光會遠離法線... 好嗎... 噢... 噢... 好... 那我們舉個例喔... 好... 假設這邊有一個... 鏡子... 嗯... 有個玻璃啊... 一定有個玻璃啊... 一定有個玻璃啊... 玻璃同樣的... 它是... 光速是比較慢的喔... 就是一片還是兩片... 一片... 就是一個... 厚厚的玻璃... 前倒是空氣... 好... 假設呢... 我現在有道光... 這樣子擋進來... 嗯... 我請問這光會怎麼走... 嗯... 怎麼拍這個玻璃... 粉色... 也會有一點反射很硬的... 然後也會有穿透... 好... 穿透部分怎麼走... 我現在希望你們畫... 穿透部分... 會有反射一點點... 我這邊把玻璃... 直接切下去... 好... 反射直接切下來... 好... 再來呢... 再來... 左邊但是... 比那個... 路設角... 還要小一點... 好... 那上了話... 字節上了話... 字節... 上了話... 下課啦... 噢... 你下課... 好... 誒誒誒... 這就是不同的顏色... 好... 這就是不同的顏色... 好... 那你不住喔... OK... 那直接穿透嗎... 直接穿透嗎... 這邊還可以... 那先來... G畫拔線... 把拔線畫出來... 哈囉... 那位同學... 等於畫... 羽龍上來畫好... 羽龍... 這節歌非常正是... 羽龍應該有... 羽龍... 就是... 對... 直接穿透... 就張開啦... 真的... 欸 ्s... 就張開啦... 他還... 不要... 不要... 為什麼要記得... yeah... 他不知道... 他沒有畫好field... 因為他的膠點在... 他的點在這裡... 我不畫... 就是... 挖了... 好... 好... 後來... 他用黑色... 對啊 用黑色... 回到我們下方 因為我們不一樣 有你把線 看小孩是直接在一起 OK 應該是一樣 假設這支空氣的話 他們會很適色 OK 所以其實我還有一個問題 所以你說 你要想看 我來扯一下 好兩個輪子 所以變慢了 所以他就這樣走 然後到這裡一樣速度 就變直線 可是光為什麼是兩個輪子 我只是 這是這種手法 但是像這種手法 這是可以計算的 這是可以計算的 而且他就符合我們真正的結果 可是你說輪子這是一個 類規的一個說法 但是他沒辦法做計算 因為你輪子的寬度會影響你轉換的角度 你懂為什麼 你懂為什麼 輪子的寬度會改變他不同的角度 所以輪子那個 只是一個模型 但不適合做這個解釋 好